儿女都大了 对 现在的是什么就是 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做 最终使命改 那么这样的话 所以做的这种 第一个是心态不一样 第二个它的深度和广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那么呢 我们呢就继续呢 就是 要去寻求一些 同道 然后大家共同一起来完善它 那么这里就包括 要首先呢 要多听别人 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和他们要明白 他们哪些地方听得懂 哪些地方没听懂 哪些地方还有些疑问 那么做一些探讨 这样呢就给下一 这样就被这一本书的再版 就是说这个修订版 就提供了一个基础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这本书呢 因为我这是第一本书出来 我还摸不透这个 就读者他本身的这个 各个层次的这个水平在哪里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说在这里边水平可以分三层 第一层呢 就是普通的大众 就是来关心健康 就是健康 就我个人能够健康 和我家庭能够健康 那么这是一层 第二层呢 就是说 这个 它的范围就大一点了 就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职业来做的 比如现在搞健康管理的 搞健康活动的 一些学会呀 就是说 它是从事这方面的职业 那么第三层呢 就是当事业来做的 就像何社长啊 他们就当事业来做 就一定是不出事 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 他就觉得这是一种使命 他就觉得 从事这种啊 这种健康方面 为人力付出一些 他就觉得它是一种快乐 而这三个层次的不同的这个境界 所以它那个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呢 就是怎么来满足这三个层面的需求 普通的大众也能听得懂 那么作为这个搞职业的方面 他们学了以后 也对他们的这个职业啊 对他们的business 他有推动啊 那么搞事业的人 大家说不要 就是来指明一条方向 要不然大家 用台湾画下不啥啥 啊 就是 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想做 也知道该做 但是就不知道方向 因为在这个层面里面 现有的自然医学 可以说呢 它缺的 不缺方法 缺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缺一个理性的 缺乏它自身的理论体系 现在的自然医学呢 它的 在理论上 可以说呢 它是一个聘牌 这个聘牌有三部分来组成 第一部分呢 有西医的营养学 第二部分呢 有中医的养生和经过学 第三部分呢 有民间的自然疗法 这三个部分 拼盘成了现在的自然医学 但是这样一个理论的体系 存在它一个先天不足的地方 第一 就是西方 医学的人 它质问 你既然营养学 是我们西方医学的一个分支 你为什么拿过去 你要起个名字呢 中医领域里的人士也质问 养生学和经过学是中医的一部分 你为什么要拿过去 变成一个名字呢 什么东西是你们自己的呢 既然你没有自己的东西 你拿别人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把人的名字给变了 这是一个我们在理论上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 所以的话 基于这种情形 我要下决心 实际上我这本书 已经用了大概五年的时间 来完成它 就是要来自然医学 来奠定它自己的一个理论体系 而且这个理论体系呢 它必须是完全脱离西医 脱离中医的框架 完全有自己的概念体系 有自己的理论的逻辑的一个关系的系统 所以你在长期为你是独立的医学的理论体系 你不是依附在别人那里 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理论体系的确是难度很大 那么而且呢 它还要求什么呢 这样一个理论体系 你既不同于西医 也不同于中医 而且你又不能和他们打架 你又要把它中西医都包容在里面 那么这怎么办呢 这只有从根上来走 因为毕竟中西医它都是对生命这个问题呢 它它们都不是从根上来走 它们都是一个叉 都是一个什么 数叉 数叉 但是在不同的层面 你比方说西医 西医它的这个理论体系 它是建立在两个概念上 第一个是细胞学 第二个是解剖学 所以整个西医的框架是建立在细胞学和解剖学的基础上 细胞学 而且细胞学呢 它往深度的去发展 往微观去发展 变成了生物分子学 变成了基因学 它往微观方面去发展 那么解剖学 它把身体分成了其他系统 什么运动系统啦 然后这个循环系统啦 密尿系统啦 这些等等的消化系统啦 等等等等的 粘分泌系统等等 所以它把它变成系统 所以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基础概念 它有它自己的逻辑体系 所以这个呢 它是这个西医本身 它的这个 理论构架的 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中医的理论构架是什么呢 中医的理论构架 它的基础 是阴阳五行 开篇是阴阳论 企划论 然后随速流行论 精君气血 紧接的跟着五行去配五脏 形成了五脏六腑 那么根据五脏六腑 就配十二经座 所以这整个的 逻辑体系的根 是阴阳五行 所以呢 阴阳五行它不是医学的概念 它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所以中医学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哲学体系 它不是一个医学体系 所以在那个时代 我们的五圣先贤们 他为了 为了总结大量的医学的实践 为了把它提升 为理论的指导思想 为了解释这些疾病 和健康的一些现象 他们创立的 当时是智慧的 运用了哲学工具 因为在那个时代 还没有形成 关于科学的概念 关于微观系统的概念 所以他们能够运用的 就是哲学工具 所以它运用哲学的工具 它来提升 大量医学世界里面的 一些规律性的工具 所以发展成中医学 那么这样呢 中医学它就处在 在两个问题里面 在发展到现在 它暴露出两个问题 它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些哲学的概念 都是一些模糊的概念 都是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模糊的概念 模糊的概念 气啊 阴阳啊 五行啊 这些模糊的概念 没有一个指标来鉴定它 所以就变成了非常的 没有标准 那么在医疗实践里面 也是一样 同样一个人 我请十个专家来给他 看病 十个专家把十个卖 十个专家开十个房 保证不会一样的 但是同样是这一个人 规律只有一个 为什么开十个房 把十个卖 到底谁对谁不对 你说都不对也错 你说都对也错 所以这就造成了许多很复杂的 就是一些很模糊的东西 那么这是碰过人们 这是一个层面 就是它没有一个科幻标准 每一个人 他都有他合理的那一部分 但是都不完整 那么这是造成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 一个人说一个样 一个人说一个样 大家都不知道谁说 所以这个现在的科学的 这种评判标准的像底属 所以在科学里头不接受 他不承认 不承认你是科学 首先你就没有标准 因为光气 他们觉得看不到 他们就觉得研究不到 但是说你实际上 实际上是有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 是说气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来讲的话 并不是现在的科学 并不是看不到的东西 它也是一样光 就是这个无线电 你看不到的 但它可以测量到 我们所说的这东西 其实不愿科学 是我们表达的东西 其实不准确 我们用气流概念表达的不准确 是把它玄学化了 把它玄学化了 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把中医学把它回归到科学的场面 这样的话 它才真正具有客观的规律性 具有让中医背景 和西方医学的背景的人都能接受 就回归到 那么要不然 现在中医呢 它走向两个方向 要不一个是完全的否定它 不承认你不科学 要不 另一个方向就读上玄学 你把它说得深呼其声 哎 我经络呀 是你测不出来啊 不是没有啊 哎 我去啊 不是没有 是你测不出来啊 所以这种解释 是非常牵强服惠的 那么 正是由于这样才造成了一片混乱 在中医界自身都很混乱 那么 另外一个中医本身 另一个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对微观的东西 它解释不清楚 你比方说对细胞层面的 对分子层面的 中医的理论解释不了 那么这也是满 在一些影像检查方面 啊 它也是检查不出来 你光靠的拔脉 你你能拔除走流吗 你能拔除什么 这个这个 传染病啊 说这些东西都满足不了人们 对健康的需要 所以它 它的缺陷 有它的任何的一个理论 有它的合理的内核在里面 它的合理的东西在哪里 它是一个细体论 它是一个整体论 它这样符合人的这个整体 整体的一个律 但是呢 它是一个朴素的一个系统论 它没有上升到现代的系统论 所以它存在了与现代科学脱节的地方 那么这些地方都是要进行发展的 而我们现在呢 却有一股潮流呢 就积极说要回归到内经 要回归到这个皇帝内经 你回归到古典 没错 但是问题你光继承 你没有发展 这本身就是它缺乏的现实 古人的东西要为今人要用 我们不是来福 因为古人所总结的东西 它毕竟是那个时代 2500年前 那个时代的惨 那个时代人们生活模式的一个反应 与现在2500年后的人 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思想意识 现在的僧侣 心理 精神 这三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有这个时代的特殊性 你必须根据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特殊性 来具体解决 否则 那就变成一些素质高格的东西 渴望不可及的东西 所以现在 中一走上玄学就变成渴望不可及的了 他听起来也很好 但是好像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是你说不能解决问题 有些个例他也解决了 就处在这种模糊的这种状态 那么西医的东西呢 他也存在他本身的他的理论系统的问题 西医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走向了机器人一旋 把人当机器来吃 他的主导思想是还原了 就是说他要找到 他就认为这个物质是可分解的 可分的 分到最后能找到终极的那个东西就是本质 我找到最终极的组成生命的是什么东西 我找到那个东西了 我就把它再重新组合起来 那我就认识了全部的东西 他这样一个思维对非生命体系是成功的 但是对生命体系他不成功的 因为他违背了生命自身的规律 生命的规律和非生的规律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现在科学发展到可以造一个航空飞机造月球 但是他造不出一个小蚂蚁来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蚂蚁 它不需要你外在控制 它自身它完全是自我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DNA的那个信息 有它的软体 所以它自己按照DNA所规定的那个律局运动 也就是说它有它内在的规定性 规定它要怎么做 你外在去干扰它 控制它 反而给它搞乱 就违背了它的 一个航天飞机 它的里面没有信息资源 必须通过人工放进去 所以它是人造的 你必须要控制它 不控制它它就飞丢了 所以说非生命系统的东西 你必须去控制它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自身里面没有这个信息资源 而生命系统恰恰你不能去控制它 因为它里面已经ready了它那个 自身的信息系统 我们人就是如此 它按照它的DNA的那个信息资源去动 所以生命本身 它的本质不是物质的不是能量的 它是它的信息 信息是生命的本质 那么我们现在来论证这件事情 实际很简单 你比如说生命的个体 什么是生命的个体 生命的个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一个受精卵 负精母血 结合以后形成第一个受精卵 这个受精卵就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生命个体 一开始 这个新生命的生命个体开始 我们从三个层面去来考察它 在这个整个的自然界里边 资源也只有三种资源 叫做物质资源 能量资源和信息资源 那么我们从这三个层面来考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第一从物质层面来考察 这个小小的受精卵 非常非常的微小 小到什么程度 就是头发生的四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需要放在目镜上放大四百倍 你才能看到它 很小 它这么小的一个受精卵 所以它的物质含量是忽略不尽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物质资源 第二 它的能量资源 从能量的层面来看 它的活动的能力是非常的微弱的 在哲学里边什么叫能量 它能量就是物质活动的能力 活动能力大就是能量大 活动能力小的能量小 所以一个小小的受精卵它的活动能力非常的微弱 所以我们说它的能量资源忽略不尽 但是我们从信息层面去看的话 就发现它在这个小小的受精卵里边 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就DNA信息资源 这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它所证明的 好 那么这句说明你从父母那来的时候 带来的什么 带来的不是物质 带来的不是能量 带来的是信息资源 这是生命本身的 那么物质和能量哪里来的 物质和能量是环境的 不是生命系统本身 所以母亲怀了你以后 为什么要吃呢 吃 那是从环境里边摄取 物质 你吃的东西 是不是从地下长出来的 所以我们古人讲 这叫什么 那地气 因为它从地下出来的嘛 是地气所画出来的 你母亲要不要呼吸 这是能量 从环境当中摄取能量 古人讲 这叫西天气 这人呢 是西天气 那地气聚而成形 在古人说的一点都没错 但是不要忘了 它背后 为什么能把地气和天气 把它合而成形 这里背后 是有一个信息的操作 没有这个信息操作 你天地自习 它不会形成一个有序的一个性 所以这件事证明的 是生命的本质 不是物质 不是能量 它是信息 那么这就是我们建立的什么 首先对生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现在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理论 它能够对生命进行定义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的科学的理论 都是建立在物理学化学这个基础上 所以它们所描述的 都是用分子 原子 它这样一些基本活动来描述 所以在这个层面里边 它缺乏信息的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在自然整学里边 现有的自然整学里边 它有四个基石 就是物质能量的时间空间 在这个四个基石上面 建筑了整个的自然科学的大厂 那么这样一个科学的体系 它对于非生命的世界 也就是说物理世界 取得了巨大成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 有点 有点